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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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莽超 莽超 你開麥莽超 哈囉 哈囉 你可以聽到嗎 可以 來 莽超 你好 來 安安幾歲 哪裡人 你好 37歲四川 好 37歲四川的網友 好 來 莽超 你想說什麼 今天這個話題 我就只講前半段的吧 嗯 像剛才有看好多 好多網友 還有那個約克雄 跟他討論很多 實際什麼戰爭啊 相關的很多細節的一些 前半段是講那個中共的紅線 對不對 紅線到底在哪裡 對對對 我就只講這個 嗯 怎麼講 我就只想打個比方 嗯 怎麼講 嗯 就是說 比如說 美國人現在的做法也好 或者說中國大陸現在的做法也好 嗯 你如果把它放長時間線 放長到 比如說五年 十年 從以前往現在來回顧 我覺得可不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就是 切香腸也好 或者說剝捲心菜也好 它都是相互的 它不是單方面的 嗯 我們現在換一個立場 我換一個 抗中保台的立場 嘿 我站在這個立場上來講 我 台灣 我是一個 出水浮容小姑娘 你 對面 你邪惡的中國大陸 嘿 邪惡的中國 你是一個 嗯 怎麼講呢 你就是一個 色域薰薰的 一個臭男人 嘿 是 然後呢 旁邊的美國阿爸 就是一個 那個 風流倜傥 嗯 你也可以講風流倜傥 你也可以講他 嗯 道貌安然好像是一個貶義者 都可以 總之就是一個很可靠的大叔 總之比你們帥 比你們帥 對 我覺得他會保護我 嘿嘿 然後呢 但是最近這些年 大叔現在做的是個什麼事情呢 呃 如果我們站在這個 對這個 出水浮容的小姑娘 有欲望的男人的 這個角度來看 大叔每天幹的事情就是 今天 把這個小姑娘 推到我面前來 撥一撥她頭髮 嘿 明天呢 拿一桶水給她淋個絲身 若隱若現 嘿 後天又把裙子掀起來 給我看一眼 再後天又把你那個 肩帶拉半截下來 男生可以這樣對女生嗎 呃 那個大叔對你們這樣做 你們沒有覺得不爽啊 哦 那是心裡喜歡嗎 這個叫人帥真好 人醜性騷擾 人帥什麼都可以 好來你繼續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呃 一般來講 旁邊這個男人 哇他對這個女人這麼有欲望 他怎麼會他怎麼能按雷得住呢 對吧 嗯 天天講啊你要是怎麼樣 我就對他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最後好像最後都沒有做 可是我們如果 仔細的來看這些年 比方說我們從2016年到現在 或者我們再把時間線拉長一點 這個男人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每次這個大叔過來做這種挑逗事情 之後 他是真的什麼都沒有做嗎 他嘴上看起來好像是很逞強的 啊我抗議你如何如何 嗯 但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實際情況我們從 你從這個男人這些年 他做的事情變化 我們來分析一下 他可能一開始什麼都做不了 眼巴巴看 後來他慢慢都可以 哦呦 這個小姑娘頭盤起來這麼好看啊 大叔你這個頭髮一剝啊真的漂亮 他就圍著這個小姑娘打轉 而再後面呢 哦呦 師生的 哇看起來真的是好吸引 然後他就開始 厚得很精過來衝著你看 嗯 然後現在是個什麼情況呢 現在可能他已經 開始上下棋手了 啊 你是說那個大叔嘛 是不是啊 沒有沒有沒有 大叔一直是在拿小姑娘調動男人 OK你說那個是 比較不好看的那個臭男人 是不是啊 呃對就是可能在小姑娘眼中不太好看了 對小姑娘眼中討厭那個臭男人 現在已經開始對小姑娘上下棋手了 啊對啊 但是問題是 這是通過這麼多年 慢慢慢慢的這樣變過來的 你看起來 當年只能在觀眾席 現在竟然上台一起摸了 啊對啊 對啊 然後 接下來如果那個大叔 那個大叔後面不斷的在想繼續跳 大叔想要什麼 大叔想讓這個男人快一點 做一點什麼 讓大家都無法接受的行為 然後他還可以有點理由來搞他 還可以發動其他觀眾一起搞他 對不對 哦 你竟然敢飛裡這個小姑娘 你滾 讓我來是不是啊 那種專業的來 是這樣嗎 啊 也不叫那個 哦 然後呢 我來收拾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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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狼 讓我來保護小姑娘 之類的 好啦好啦 你說 喂 欸 你怎麼被掐掉了 這麼好的劇情 你怎麼只演一半呢 沒有啊 好好好 來你繼續繼續演 然後呢 沒有被掐掉啊 我聽 有啊 你網路斷斷續續 我聽 就看大叔這樣挑撥他 嘿 現在怎麼樣 現在好多了 來你繼續 哦 我就是說 這個男人 他做的事情 就跟那個大叔用小姑娘挑逗他是一樣的 大叔是一步一步的切香腸 一點一點的挑逗男的底線 哦 然後這個男人也是 那我一點一點靠近了 我從遠遠的看著 到圍著你看 到眼睛衝著你面前看 到我開始上下其手的摸你 嗯 然後我也是一點一點的切 嗯 然後 其實不管是大叔也好 小姑娘也好 他也只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接受啊 所以 這就是我說的 切香腸是相互的呀 你看著好像在踩我的紅線 欸 我也在把你的紅線 一點一點往地下撩欸 我開始同情起那個小姑娘了 好 來你繼續 對啊 這個地方最沒有活動空間 最可憐的其實還是小姑娘 哈哈 然後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著 比方說這一次 大叔說 我準備去小姑娘家裡面做點什麼 不可描述的事情 上次都說了要去 沒有去嘛 是吧 戰術陽線了一下沒有去嘛 下次他又要去 我跟你講 有可能下一次變成 這個男人趁這個機會 就不再是摸了 就可能變成 欸小姑娘 我就蹭蹭我不進來 啊 你現在是幾點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啊 怎麼就蹭蹭不進來 什麼東西啦 我的意思是說 也就是說 切香腸 把那小姑娘成年了 要先講那個小姑娘成年了 好來你繼續 那肯定成年 那肯定成年 我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個香腸一步一步切下去 其實 不管是大叔去採那個男人的紅線也好 還是男人去採小姑娘的紅線也好 兩邊其實都是有很多空間可以動的 好 這個時候對於男人而言 小姑娘現在可能她很不爽這個男人摸她了 對吧 可是 慢慢她就習慣被摸了 在下一步她可能 欸我剛才講那個你覺得不太好 我就不講出來 不行啦 在下一步她也會習慣的 如果那個大叔再進一步採紅線 男人再進一步她也會習慣的 喔 所以現在小姑娘就處於 慢慢要習慣的狀態就對了 欸對嘛 她現在可能有點抗拒嘛 可是你知道的嗎 這種事情一開始會抗拒 後面 我他媽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 你不要把我拖下水幹 我不知道啦 OKOK 就沒有然後了嘛 就是說 大叔可能是想讓這個事情發生的激烈一點 對不對 激烈一點她就有理由去搞那個男人嗎 你看這個人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 來 鄉親們跟我去搞他 對不對 可是 可是男人很聰明啊 我就 趁著這個機會一點一點來 你一點一點來 我也一點點來 我讓小姑娘習慣 你們也慢慢習慣了 喔 OKOKOK 而且而且這種事情以後 她說不定不反抗了 你知道吧 好 我不知道 說不定是你說的 是我講的 是我講的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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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露臉我露臉好不好 你這個太危險 說不定不反抗 我只是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OK 其他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今天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想講太 太細緻 我就想舉這個例子 你這個例子是隱身的就是 兩岸之間的這個 就是美中台三方的關係 我在講的是角色 角色就是 美國就是那個大叔 他一直在挑逗這位小姑娘 一直沒有改變過 他是拿小姑娘挑逗這個精壯男 拿小姑娘挑逗這個精壯男 但是他也在挑逗小姑娘 但是主要是要挑逗那個精壯男子 那這個精壯男子 本來也只能在觀眾席看 然後隨著他自己 可能錢越賺越多 票越買越前面 現在到舞台上一起參與了 所以就是說大概是 剛剛描述的主要是這個橋段 就是如果新進來的人 你們沒有走錯棚 好不好 基本上還是在講兩岸政治 好不好 那個美中台 美國就是那個大叔 台灣 然後那個中國就是那個 慢慢上舞台的那個男子 好啦 好啦 那你還有講說嗎 沒有了沒有了 其他就大家都懂就可以了 你這段能剪出來嗎 我覺得這段還是蠻有意思的 可以啊 不黃標我就剪了 好不好 所以我在想小姑娘成年 你剛剛那個很危險 什麼蹭蹭 什麼沒有進去 什麼東西 不行啊 這個不行 那你還重複一遍是吧 沒有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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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講太清楚就可以了 OKOK 今天就講這些了 好 就這樣 好 謝謝 拜拜 都聽不懂 全部都聽不懂 好 來 下一位 好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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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